大家好,今天是5月17日,星期五 下星期左右,大家應該要做5月期主結算 今天的市場比較反覆,是很必然的 第一,升了這麼多,第二,因為今天是星期五 今天升的板塊,有一半左右,市場比較反覆 最主要是上升的行業,要今天的汽車升得最多 還有紙、林業、地產、保險和公共事業 保險和地產最近都屬於業本之類 我們再看看,汽車方面來說 汽車方面就是這些,古圖、迪亞、五寧汽車 這些比例升得多一點 只能比亞迪亞、吉利那些也不見蹤影 再跟著是紙、林業的事 之中是很小的東西升的 你不足以提,大動倒政的板塊是很厲害的 現在都是地賊,因為是小的東西 反彈是比較多 我也是一樣這樣說,第一件事 這些八個仙的 沒錯,它升了差不多100% 它由四個仙升上八個仙 我想請問,你買了一百萬股 這一個 八個仙的加起來是多少,升了四個仙 一百萬股 就是四百萬個仙 那就是多少呢 斬了也不夠請人吃頓飯 你買一百萬股 跟不同的,買一百萬股 就是中國海外或者華潤置業 所以這些是升幅衰大 是沒有人會有肉食的 那個大股東就有肉食 因為他一直拿著那些貨 突然之間身家增加了一倍 不過也沒用啊 除非加一億股 那它就不一樣了 一億股的時鐘 它立即增加了五千萬 那你如果沒有增加那麼多的話 是,好嗎? 你拿著一萬股的 總共增加了四萬個仙 保險就不一樣了 保險這些時,即是升2% 中國泰幅升2% 人家都升四毫子 升四毫子是等於你之前 這個四個仙 人家的十倍了 是不是? 你四個仙是四毫子 這次升上四毫子 是很容易可以很硬的 所以有時候有些人說 哎呀,我可以賺到一些 是十倍股,一倍股 十倍股,一倍股 就是四個仙的那些 接著就是公用事業 公用事業你看到的了 這些也是 最主要是新天綠色能源 你應該是農園留意的 農園電力是very good 的股票 我覺得應該 大家應該要多一點留意的 再跟著 還沒得住 要說一下個別的版派 個別版派裡面有騰訊 有盈富 有阿里巴巴等等 這裡我講講有一個平安 匯豐去哪裏呢 匯豐去哪裏呢 匯豐不見了 不要緊 現在他講過 中國平安說 他會將出了匯豐 很多人會擔心 哎呀,他出了匯豐的時候 匯豐的股價會受壓 好似 是這個 這個騰訊 被人的南非大股東出售的 這樣不是 現在不是 可能一件事就是 中國平安是一手貨 沽了給中東佬 很簡單 若然中國平安一手貨 沽了給中東佬的話 那就很簡單 匯豐並不會在市場上有沽受壓力 反之 中東佬是可能會 逐步吸納匯豐的 所以 要不同的看法 當南非的大股東 他說要出 這個是 騰訊的話 真是好騰雞 真到到這個是 平安出 匯豐的話 他會出得很平安給股民 當然 在這點 現在 據民 中國平安管理層 是正在建中東佬 他建中東佬 很明顯 都是有事要做的 一個爆出來之後 匯豐可能在下個星期 就升上去了 這個大家需要留意一下 好了 那麼 其子 其子 就是 很簡單 其實 昨天看到了 十字星 差不多了 今天再上去 這個就應該 就是 成家一定會多 今天應該要成家會少少一點 不會那麼多 住 如果成家更多 就不要了 因為 是藍色的多 藍色的多 通常就會是 見頂回落 藍色的多 就會要調整一下 所以這個需要留意 無論如何 這個位置是很重要的 現水平整固 我覺得整固之後 仍然可以再升 不是太需要 擔心 整固到 可能去到多少 就是 大致上應該 落回來 可能會落到 1008左右 落得多的話 落到1008左右 就是1000點左右 就是這樣 無論如何 遮住 遮住 按照 按照 全部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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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